什麼 你要讓刀刮到 吃這個可以刮到嗎 以前的刮比較壞 如果有刮刀刮到 如果沒有刮到什麼 刮這個 刮到刀刀 所以等於是它有解毒的效果 所以你也覺得 要給它大量再刮到 想不到這一條一條長相不起源 營養又不良的寒吉 竟然有解毒強生之效 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抱歉咧 聽說萬年金 可以從根莖葉都可以食用的夢幅 你就比較差一條一點 不像如果在看林大哥在刮 你也要記住一點就要了喔 這一年要收成一件而已 什麼 這多久 賺一年 等它收成一次 然後那個番薯又這麼小條 對啊 他說它的成品 本來照說是可以 這個我早上發現的 一斤是 我們產地賣到八千塊 啊 我跟它弄斷了 以前你如果撞斷 那些人說我很補 你會很心疼嗎 那穿那個 所以我應該要這個往下挖對不對 現在比較普遍 現在有腳那個 以前在外面都一斤不夠萬多的 這本來在我們內面 可以說我們內面一個包 你這樣哭哭不起來 我挖不動 媽媽 我又把它弄斷了 這要有技術的 最多有一斤幾六千塊 對啊 最多幾千塊 最多我們三個 我賣到八千塊 八千喔 他把它弄斷了 對啊 對啊 本來就是補了 既然是補 這樣是不是我可以來吃看他的口感 對啊 等一下我帶你來試試看 好 這樣我再多多 沒有不對 多多一點 如果我比較近來看萬靈寺 究竟可以做什麼東西 讓大家可以把它弄斷了 來 石小姐 嘿 這就是我們 特產 我們的 真的嗎 萬年薯醋 這我們這個醋到一般的醋不一樣 為什麼要說 因為我們是用萬年薯 進去 煎的花硝 嗯 進去 做出來 會醋 它這種醋到一般的醋 公園醋不一樣 可是沒有那個萬年薯的味道 聞起來沒有 當然 它的醋酸的 當然沒有那個味道 都沒那麼高 可是好好喝耶 對這個 健康方面不錯 真的喔 所以就是 現在我看到的還有這個就對了 這就是 萬年薯切片完之後乾燥 這 可以磨粉 還可以煮 所以我們整個火都可以吃 對健康方面很有幫助 噴噹的萬靈寺品 不可以當料理 還可以當麻生粉來服用 還是可以盡作酒 做清楚 就連 有些人聽說這個東西 這麼好 很多人是 不知不知 不知不知 所以其實你這樣 知道的數量不說太多 問題是要幫助 有需要的人就對了 對啊 本來這個東西就是 也很多人在做好心 做繩殊的 也很多人拿送人家 我們買送人家 真的喔 一些經濟比較沒有的人 會都會去幫助 這也是對身體幫助 很好的一種 我們那個是很適合的東西 嗯 不錯 所以 這麼好的東西 怎麼可以浪費呢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全部喝完 喔 謝謝 好喝嗎 要再四杯 好喝好喝 喔 好好 來來 這一杯實在太讚了 喝完這一杯 相信我的內力會大增 呼 哈 用給你通過這罐 好 這是你賣一罐的義務 好 來 謝謝 打開 下一個任務 會不會很難呢 第四關 勇闖 葫蘆村 葫蘆村是在哪裡啊 在三拿 所以我去三拿就對了 沒錯 好 這樣 林大哥 謝謝你的幫助 告辭囉 謝謝 孟芳在路上呢 過關斬六將 沒有什麼可以難倒我的 包括打送江鎮啊 學廚藝 還有挖那個萬能鼠 通通都是安全過關 不過 最後一關 勇闖 葫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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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在哪裡呢 這 這不就是葫蘆嗎 耶 我終於找到葫蘆村了 我趕快去看看 耶 葫蘆 葫蘆 還是葫蘆 又是葫蘆 葫蘆人 沒有啦 葫蘆達人啦 是的 我就是葫蘆達人 何明賢 老師 我特別來找你的事 想要拜師學藝 聽說你很會在葫蘆上搞藝術 是的 那我可不可以給你來學一下 可以啊 不過要先學葫蘆藝術之前 先要知道葫蘆的生長情形 是喔 那我剛剛一路上看到好多的葫蘆喔 那像這樣子的葫蘆可以採了嗎 像這個葫蘆才大概長出來十幾天而已 這個是還不夠成熟的 這個可以當食材 但是不能當雕刻藝術品 那所以雕刻要多大才可以當雕刻 不是大小是熟度 它要老熟之後才能做雕刻 不夠老我們把它採下來 放著它會爛掉的 也不會繼續成熟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人家繼續讓在樹上繼續長 對 大概再長三個月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像這一顆葫蘆 它大概長大的時候就這麼大 但這個呢 夠大了它還不夠熟 如果不夠熟的葫蘆 我們把它採下來 大概放個兩三個月它就整個會爛掉 那如果說它熟度夠的話 那經過素材處理 處理好之後 它就可以放個幾百年都不會壞 喔 這麼久喔 那葫蘆採收下來是馬上可以雕刻 還是要怎麼樣處理它才可以雕刻 葫蘆採收下來 它要經過大概四個月的時間的處理 那這個處理呢 第一個要先做去皮 去完皮再做乾脹 表面上那個毛絨那個東西 就綠色的這一層皮 全部都要去掉 都要去掉 去皮之後要曬乾 曬乾之後再做防腐 防腐幫助 然後這樣子呢 就可以做雕刻的用品 這時候它就變得很硬了 對的 那麼複雜 原來你要用一個葫蘆來 葫蘆這個瓜來做雕刻 都需要這麼多的處理手續 是的 既然了解褒蘆新重的情形 趕緊去老師的工作室看看喔 這就是褒蘆藝術文化村 其實三男的褒蘆雕刻藝術 早在民國85年就開始扎根了 到民國93年三男的愛鄉協會成立 你屬於何民賢老師啊 竟敢積極的推動 所以在褒蘆藝術竟敢破片化 成為三男的文化的特色喔 你看看 當中還有客家精神的花布彩繪葫蘆喔 欸 孟甫 你想到為什麼花了嗎 那花的顏色呢 它也可以做 用深淺明淡去做表現 不要顏色都一樣深喔 那個花看起來就會 像平板的花一樣 通常在畫作喔 它的神韻完全是 由創作者自己的意念去表現啦 那這個表現的部分喔 就說你如果常常去看 或常常去接觸這個 你所表現出來的意境就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你知道憑空想像的 那個是很難 對 我們在創作那個東西 它不是憑空而來 而是都有一個根據 那在經過幾年的功夫的淬煉之後 它整個就會被表現在 我們的作品上面 對 好 那一般我們畫這種小品 畫完之後 都會在上面提一個字 這怎麼好意思 我這樣的作品 我怎麼敢提字 這個字提上去呢 整個作品那種感覺 質感又出來了 對 對 對 因為葫蘆它總共分為上下兩半 那我們下半來表現主題 上半呢就是用文字來 讓人家一看就知道說 有些人他沒有看過 美花都不曉得畫什麼 那你提一個字上去的話 那個整個感覺就會被 就出來 所以老師現在要寫 對 現在要寫 寫什麼 我就直接寫美好了 美 老師連字都寫得很漂亮 這我不只是要練話 我還要學怎麼寫書法 字 美 港祖式裡面的厚羅作品 幾乎都是出自於何老師的雙手 老師依照葫蘆的外型 無論高愛胖壽 在一金星雕琢之下 都能賦予葫蘆藝術的生命啊 除了雕刻品啊 還有許多彩繪葫蘆 還有許多彩繪葫蘆 連小朋友喜歡的動物圖案都有喔 東西嘛歡迎UK來此DIY創作 做出屬於自己的葫蘆喔 老師 那這樣子的話 我今天雖然是初學者 但是這樣子的作品 可不可以算過關呢 嗯 過關了 太棒了 我過關了 好 那接下來我就給你下一關的提示 好 謝謝 來看看下一關有沒有很艱巨的考驗呢 嗯 嗯 怎麼都是白紙 老師 這個代表說你已經通過前面 重重的困難顯著 達到這邊的一個境界了 那接下來你只要循著高速走 尋找一棟灰色的建築 那個就是你的目的地了 好 那老師我這就告辭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跑跑 向你前跑 孟芙 你是找到方向了嗎 好不容易完成前面的層層關卡 記得老師的提醒喔 往地勢高的地方去嘿 你主人就會在地道那一塊心靈的淨土喔 甘伯德 我終於到了 耶 來 請問一下這位姐妹 你好 那麼來到我們這個政務山 有什麼地方要讓我服務解收的呢 你好 你好 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那請問您是 我這裡是政務山 社會文教中心的主任 主任你好 我是孟芙 我第一次在這個地方 我被這個整個氣氛給感動 那是不是請主任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的一些特色這樣子 好 那麼我來解釋一下 這個我們這裡是政務堂 政務堂也是政務山的一個大教堂 教堂跟其他市區裡面的教堂 是有點不一樣的 我們先看這個十架 一般的教堂主耶穌是被定在十架 對 但是呢 主耶穌現在被定在十架 嗯 他雙手呢 做一個非常高興的那種模樣 很像要擁抱的感覺 好 那麼這代表祂是復活的耶穌 哦 那麼祂的復活呢 也代表人類呢 這個靈魂跟生命呢 得到一個重生這樣 這位姐妹你看到的我們有祭台 嗯嗯 有聖體櫃 嗯 在天主教裡面祭台是要做禮儀用的 也就所謂的彌撒 聖體櫃呢 是放著耶穌的聖體 哦 整個彌撒的禮儀來代表呢 獻給天主的一個最高的一個敬意這樣 哦 所以通常也會像許多的一些 那些姊妹們兄弟們 他們會來這邊就是來做彌撒 然後來感受一下這邊的一個 這個主的恩寵 上面的燈籠 對對對 燈籠 我們總共有八個燈籠 也就代表呢征服八端 哦 那麼這八端呢 是主耶穌在聖山裡面 對門徒的一個訓誡 要到天主的國度呢 一定要遵守 這個征服八端的一個誡命這樣 在聖堂周圍的牆上 是耶穌的苦路圖片 讓教友時時刻刻 緬懷祖耶穌受難時 犧牲奉獻的精神 聖堂每個角落的莊點 都具有神聖的意義 華麗又不失莊嚴 樹木的征服堂 來到這裡 心靈也跟著平靜的下來說 在我們教會呢 在善書記的一個 那個領導之下呢 早在1997年呢 他就構思教會要在朗布地方 建造一個多功能的一個 對外扶傳的一個這個基地 那麼呢 最後選擇在這山林鄉 你看到的我們這個整個建築物 那這算是第一起功能 可能是多功能的活動中心 專門提供呢 青年還有這些教育界 做一些文教活動 企業界的教育訓練 那我覺得這個環境真的是很棒 因為早上在這個地方就可以隱約 吸收到新鮮的空氣的同時 還可以聽到一些很多的一些 蟲鳴鳥叫的聲音 我這個這點我也 用一個附帶的說明 那麼森林鄉 我們買的這塊地呢 其實是一個未開發的地方 那麼這個生態呢 都非常保存一個原始的狀態 對 所以點是呢 在都市裡面或是上班族啊 心靈很鬱悶啊 或者是工作很緊張 壓力很大 接著到這個地方 就可以放鬆 放慢腳步 對不對 對 對 然後讓自己的心情可以沉澱 然後好好去思考一下 欸 下一步我要該怎麼做 對不對 很棒 還可以衝衝電 對 觀眾朋友 希望你會教育 今天你的節目 更加精彩的嘻哈高雄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那時候是他們家的建築書 你的手機要用來 對啊 有人在找你啊 你要來就吃一下 喂 要再打了啦 想在撞椅啦 稍微暫停一下 喂